南韓海警不断挥舞旗幟 要求这艘闯入专属经济海域 重大200吨的中国渔船马上停下来 而一顿船搜查果然发现 多达600公斤的越界非法捕捞语火 令南韩当局跳脚的是 中国渔船不但使用围法的大型渔网 将渔苗也一网打进 严重破坏海洋生态永续发展 更才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 一旦被抓包就火速拆下渔网逃逸 留下破渔网 让南韩善后 中国渔船侵门踏户类似情况不断上演 像这一艘三百六十吨的船只 就非法捕捞多达一点六吨的渔获 南韩方面也回呛 将加强取缔 并增强巡逻力道 绝不宽戴 散灵新闻 监宣会报道